但我現在喜歡明佛電影的男生 女朋友有什麼頭暈心情 就會叫他喝熱水 喝熱水原來是因為想胸大 根本就不是關心你 就是想換你喝熱水 細紙被他們看透了 多過幾個圈了 我們上一節說了很多關於BRA的事情 不妨又說一些空的事情 也有說過空有大有小 之前在香港有做過一個調查 問一些女性 究竟對自己的胸部滿意程度有多高 那裡問了大概三百多位女士左右 然後發覺其實他們對自己的滿意程度 都不是低的 是有一個半以上的女士 是滿意自己的 而他們那個最適中的尺寸 大家猜一下又是什麼? A B C D B 我也猜B 他們跟男人一樣都是C 竟然都是C 貪心點 然後之後就說了 但是他們最怕不是自己大小的問題 而是69%都怕自己下水 這個原來是他們最怕的一件事 其次就是那個貧乳 什麼叫貧乳? 貧乳 我知道 貧乳 我知道 不夠奶的意思 貧乳是嗎? 可能是 我猜是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然後就是乳頭顏色偏暗 我相信這個都很難貧乳 都會介意的 然後才是41%大小 因為剛才那些貧乳 那些乳頭顏色是42% 那個大小就僅次了 然後巨乳才是最生氣的17% 所以其實他們不是最介意自己不夠大 其實是比較怕自己不夠漂亮 那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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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沒有什麼方法 就是不用每次一定要去做手術 有什麼方法是可以保養一下胸 那你問對了 因為這裡就有少少的資料 是無需開刀的增大方法 扭大聲一點 那一開始就是從飲食開始 木瓜奶 我也剛剛想說 大家竟然這麼快想到木瓜奶 我們小時候的很古老的 其實我也挺喜歡喝木瓜奶 但是一喊的時候 那女生就說 你喝吧 香港是不是這個牌子的木瓜奶 那個是蜜瓜 木瓜 有個木瓜鮮奶 是嗎? 你就是好了 小時候都沒有人說給我喝木瓜奶 你不需要 還喝你 不要再喝了 你喝水了 我們說的是不是真的木瓜奶 不是 他們自己其實是從這個溫度開始入手 他就說 建議是比較少去攝入冰冷的食物 或者是飲食 就先了 因為其實邏輯是這樣 因為他們說身體跟那個溫度 跟血液循環有關 而血液循環有影響超激素的分佈 以後喝珍珠奶茶 和我去冰淇淋 還要加熱 那你去茶餐廳喝熱奶茶算了 所以 黏紅激素就會認為乳房發育有密切的關係 你是不是喝很多熱的東西 我現在這個年齡是 我現在是 但我現在喜歡明發電影的男生 女朋友有什麼頭暈心情 就會叫他喝熱水 原來是因為想那個胸大肌 這本來不是關心你 只是想換你喝熱水 細紙被他們看透了 都沒有幾個圈 還有什麼呢 好了 下一個就是說 都是飲食的 但是就說 涉入這個適當的油脂 因為原來乳房組織 大部分都是 脂肪的構成 所以適量地去吸入健康的脂肪 是對維持和增加胸部大小 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但是叫你不要亂吃那些 當然不是吃垃圾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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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健康的那些 可能是三文魚 Avocado 那種 Omega-3 還有大家不可以暴食 是在健康範圍內的食材 健康的油脂 沒錯 然後就壓力管理 很難的 因為過大壓力 原來是可以影響脂肪激素的分泌循環 說我而已 原來如果是這樣的話 叫你冥想也行 我冥想要大一點 意念控制你的胸部有多大 有時我會安慰朋友 香港壓力很大 你放鬆一點 否則那個波波小 這個大家聽得入意 你也要找些位置 他們就會好 所以其實那個刺激素 會令到控制胸部變大一點 因為它是說 胸部有脂肪和腺體 腺體如果 譬如說你剛剛餵完奶 你不再胸部 那個刺激素下降 或者跟年期之後 刺激素下降 腺體就會變小 然後就會令到你的胸部 就會變小 又或者是你突然之間減肥 減得很激 你的脂肪沒有了 就會變小了 咦我想說什麼 我忘記了 那算了 我們繼續說 就是講這個內衣的選擇 其實我們剛才也有說過 就是你選擇不同的形狀的bra 或者不同的結構的bra 其實是會影響到你的大小 就是你不同的形狀 你戴了不同的bra 其實都會有一個很支持的功能 或者是幫它可能收拾 我可以說一點點 我經常到處買bra 有一次去泰國 泰國的百貨公司 每天有很多bra 看到這個款式 一系列 通常就是 最前就放A B C D E 放不同的尺寸出來 那我就去摸一下那個A 摸下去那個A 是很厚的 那A 就是A很厚 是的 就是最前那個 然後摸一下B那個 B那個比較薄 C那個又再薄 D那個就沒有 即是說 其實它想要Push up Push up 其實那個bra的設計就是 無論是A A還是D 穿出來 都是那個 即是有那個阿嬤的功能 不是 萬千幫 因為我初一走過的時候 就會覺得 為什麼這個牌子那麼厚 沒有的 因為我只是看全面A 那些 原來 即是你說選不同的尺寸 總之 就會有 總之你選它 就是一樣的型 是的 我突然間記得 我剛才想說什麼 你來來來 其實我想說 就是 有些人就會吃那些藥 封胸 封胸圓 或者塗那些高封胸 其實裡面都會有 一些刺激素的 那你吃那一下 增加了 那你會變大變大 但是你一不吃 它就會縮小縮小 那些藥 你吃得多 很暫時性 是不是真的有用呢 還有有些人會覺得 我吃那個鼻孕藥 它裡面有激素的分泌 它可以令它大波波 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 這個要很久 這些都是秦易足 不要為了敗 我今晚約了男朋友 我今晚約了男朋友 不如試試 假假的快點 總了快點 砰砰砰砰 大家快要大杯十算 吃藥 我覺得有些少要大家想清楚 不要那麼激進 因為是有副作用的 聽多多Coe說 沒錯 可憑過眼鏡 說了很多大大小小 其實在研砰中也有說 尺寸是會影響一個女生 對於自己的自信程度 有59%的女生 是覺得尺寸是會影響到自己的自信 59% 但是除了大小之外 其實他們都會擔心 他健不健康 他美不美 我們剛才的研研研研究 有些人會有些怕下垂 或者是他的顏色不美 之類的 但是固然 戴了衣服 穿某些衣服 又真的是美的 就好像譬如說 有差不多份量的尺寸 如果是戴了一些承托力較高 其實他是可以幫助他的背部 因為有些其實是有過量的重量 在自己的背部 那就是戴一些實積的衣服 這些位置 還有戴衣服的另一個好處 就是你如果不戴 就舀 舀 當你舀的時候 其實你看上去就好像一個水桶 因為衣服其實是有些幫你掃形的感覺 掃形 你直接掃形的話 其實你就3D這樣出來 那你不戴就下垂 你說開健美 就是胸的美學來說 除了說戴衣服 其實吃藥 什麼茶什麼 有一個科學的方法 就是我們要去做一些健康的運動 你們有沒有做 醫生叫你健康 有些是簡單的 你坐在辦公室 坐在那裡也可以 首先就是雙手 好像投降一樣 平時投降舉高一點 但這個手肘和胸是乘水平線的 投降 總之是打開 一直線打開 然後就好像拜神一樣 合實 手掌合實 手肘都是合實 只要放在中間 因為我的咪 這樣 然後就向上拉上去 你拉上去的時候 你敢不敢感覺到 你是在用胸的動作 那個手肘是不是要貼手肘 對 手肘貼手肘 手肘貼手肘 你會感覺到手臂下面很累 然後拉上去 我就是覺得我肩膀很累 其實可以收手臂這個動作 我們就是健身了 打開 好 1 2 3 4 1 2 3 4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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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5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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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8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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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9 9 其實她就是宣傳這個女性爭取自主的權利 同時呼籲人要提高對乳房的健康的重視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她那個No Bra Day 基本上很多女生就是脫了一個BRA 然後就拍照 放上網 很多Celebrities都有效法 就像Beyonce Katy Perry那些 其實不只是擺靚靚擺上網 其實她背後的意義就是說 女人其實多年來被這個體面穿著這個概念 鋪著了 以前我們這些BRA其實不是這樣 是演化出來的 以前是人家那些羅馬那些 Croset這樣扎著 到現在演化到這樣 即是說我們女性世世代代有很多架鎖 要鎖著你要這樣穿 你要這樣才得體 所以其實這個活動發起來就是 將這個概念 對於身體和文化的限制 表達強烈的抗議 當然她就不是得到所有人的支持 有些人支持 有些人也不支持 因為你覺得你在密化自己 這是女性的代表 對 你現在在密化自己 你好像賣弄色情 是的 但是其實背後的意義 不是說戴不戴 不是最重要 其實是你可不可以很自主地 拿回自主權去發表 你自己喜歡怎樣去表現你的身體 女性也有不穿衣服的權利 是的 你有權去選擇 你覺得你最舒適 最漂亮的一面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 真的爆了 我們下一集 再跟大家分享其他議題 拜拜